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驻托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看第二个标题 可行权条件的种类处理和修改 啥叫可行权条件 我会给你规定一些条件 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你能拿到钱 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你能拿到股权 这就叫可行权条件 也就是说你没达到 我规定的这些条件 你根本拿不到钱 根本拿不到股权 所以在这给了个可行权条件的定义 是指能够确定企业 是否得到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 并且该服务是职工或其他方 具有获取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 或者现金等权利的条件 你就把它粗鲁的理解为 达到什么硬杠格你能拿到钱 达到什么硬杠格你能拿到股权 这个硬杠格就是可行权条件 比如说我让你在这工作满三年 你才能买我的股权 你两年就跑了 可行权条件没满足 所以在这我提示一下 在这些条件没有满足之前 我不管你是职工还是其他方 你根本无法获得股份 那如果是现金结算 你也根本无法获得我的现金 这叫可行权条件 那么除了可行权条件 还有一些叫非可行权条件 是不是你得到钱 得到股权的必要条件 不是 但是它也是一种条件 比如说我规定你取得我股权之后 你必须两年内不能出售 不能转让 不能流通 这种禁售期的规定 它也是条件 但是它跟你得到钱 得到股权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把它叫做非可行权条件 听懂了吗 好 那么这个可行权条件 我在这稍微给你写一下 可行权条件 从大类上来说 我说的非常清楚 从大类上来说 有两大类 一个叫服务期限条件 所谓的服务期限条件 比如说你在我这干满三年 你曾经拿到现金 你在我这干满三年 你才能拿到股权 这种完成规定服务期限 才可以行权的条件 叫服务期限条件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条件 我们把它叫做业绩什么条件 就是你除了年限够了 你混日子 我也不能给你这股权 我也不能给你这钱呀 也就说你在完成规定服务期限 你还要达到特定业绩目标 才可以行权的条件 只不过这个业绩条件 又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市场条件 这个市场条件 我们通常认为 它是一个外部因素有关的条件 是你企业不可控的 你连作弊的资格都没有 比如说我告诉你 你今年的股价 比去年涨10% 你才能行权 这就叫市场条件 你连作弊的资格都没有 还有一种叫非市场条件 所谓的非市场条件 实际上是一种内部的条件 我经常说 它是自己人为难自己人 比如说你企业内部的经利润 增长超过10% 你企业的内部收入增长超过10% 这种内部条件 也就是有可能有作弊可能性的这种 我们把它叫做非市场条件 在我这儿貌似都一样 什么都一样 不论你是市场条件 还是非市场条件 还是服务期限条件 我提几个 你必须满足几个 缺一个 你都不可能拿到钱 缺一个 你都不可能拿到股权 这种就叫可行权条件 所以我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市场条件 它改了个定义 你读完了跟没读 基本上是没什么区别的 你就记住市场条件 它是跟外部因素有关 能说的更直白一点吗 可以 这种外部因素 通常市场条件是跟股价有关的 不信你读到这个定义 是指行权价格 可行权条件 以及行权可能性 与权益攻击的市场价格 那不就是股价吗 相关的业绩条件 比如说股份支付协议中 关于股价上升的何种水平 职工可以取得多少股份 这种叫市场条件 是不可控的 你连作弊的资格都没有 比如说 最低股价增长率 你最低股价要增长5% 你才能拿到钱 才能拿到股权 这就叫市场条件 或者股东报酬率 不也跟股价直接相关吗 那么这是外部的 还有一种叫非市场条件 是指除了市场条件之外的 其他业绩条件 比如说股份支付协议中 关于达到最低盈利目标 你利润最少是3000万 这个利润是跟股价有关吗 不是 貌似可能有作弊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了 人都是正直的 别人从想着作弊 这种内部的 我们把它叫做非市场条件 或销售目标 比如说收入达到什么级别 什么销售指标的实现情况 最低利润指标实现情况 叫内部的 这种叫非市场条件 市场条件你要满足 非市场条件你也要满足 服务前期限条件 你还要满足 你才能行权 那可能有人就问我了 说老师 我这个可行权条件 是不是每次这些条件 全都具备 未必 你听好了 我再给你解释 可行权条件 包括服务期限条件 包括服务期限条件 而我们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业绩条件 服务期限条件 一般都会有 一般都会有 你不可能说 我今天奖励你 你明天跑路了 这个貌似不合适 而服务期限条件 完了之后的业绩条件 里边有市场条件 有非市场条件 那么就取决于 你股份支付协议 怎么定的 可不一定市场条件 非市场条件 同时具有 有哪个算哪个 就是企业给你提出 哪个条件了 你才能拿到钱 你才能拿到股权 你就要满足那个条件 只不过这个条件 有可能是市场条件 有可能是非市场条件 有可能同时有 有可能有服务期限条件 我这么说能听懂了吧 好 这是可行权条件 我就说到这儿 在这儿我提示大家一下 我想说一下 你是不是当时 在我们权益结算的时候 你说了 我以权益工具的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来算 或者来作为我 记住费用的基础 对吧 比如说我借管理费用 但资本攻击 横杠其他资本攻击 那我既然写了横杠 其他资本攻击 说明我这个权益结算 一定是有等待期的 有人说你咋知道 他要没有等待期 我这儿写的是横杠 股本溢价 这回你服气了吧 好 那我前面一直在说 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就是你记住费用的金额 我是这么说的吧 而且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永远保持什么不变 好了 那如果我只有一股 比如说一股股票 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市价是十五一股 我收您八块钱一股 那是不是就等于 我少收了七块钱 少收这七块钱是我的损失 少收的七块钱 我也可以认为是 你给我提供服务的价值 那这七块钱 对于我来说既然是损失 我就要寄管理费 这是一股 那万一要有很多 比如说一万股呢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用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我理解为是一个价 对不对 对 然后乘以授予的权益工具的工具数量 乘一个量 价乘以量 是不是就能算出我权益工具对应的股份支付 应该记住成本费用组额 在我这就是记住管理费用的金额是多少 对吧 对 好了 那么这个价其实 它是在授予日一锤子买卖就定下了 比如说就以这个为例 我普通股的当前市价是每股十五 而您认购的价格每股八块 等于我少收您七块 那我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每股七块就已经定下了 这个数是死的 所以我为什么后边说了一个一锤的买卖 定好后保持不变 这就是一个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要不说这种股票 比如说啊 举个例子 我给您的是股票期权 这个股票期权 你总不能也用市场上价格减击我的认购价 这么算吧 有时候股票期权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用我们期权的定价模型 来确定他的什么 所以在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工允价值这一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 很可能是使用期权定价模型 定出来的 那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件事 您这个期权定价模型定的这个价的时候 你要考虑哪些条件 比如说第一个 我要考虑市场条件 有人说咋就考虑市场条件 你别着急啊 就以我刚才那个例子为例 如果市价要是15 您花8块钱买 是不是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就是奇怪 对 这15不就是市价吗 您所谓的市场条件 不就是跟股价有关吗 那么将来 您定这个股票期权授予日的供允价值 一定要考虑股价当前是什么情况 股价未来可能涨幅有多少 你既然考虑了股价 不就考虑了市场条件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 所以说 在我利用期权定价模型定价的时候 我至少考虑了市场条件 那有人说还考虑其他条件了吗 我还可能考虑了非可行权条件 有人说咋考虑非可行权条件 比如说这个例子 如果您现在不是股票集权 您得到的是限制性股票 我给您规定 您取得股权之后 我规定有禁售期的要求 明明看着是股票很眼馋 但三年后才能上市流通 有这种禁售期的要求 是不是它就会影响你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而且怎么影响啊 会使我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怎么着 变低呀 不就正个道理吗 你想有禁售期 人家得到股票马上就能卖了 人家赚一大笔 您得到股票死康三年再卖 赚了赔了还不一定的 位置的事项越多 那么我将来我定的权益工具 受以制的供允价值 或者以这儿为例 你股票期权的供允价值肯定要偏低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他考虑了市场条件 考虑了非可行权条件的道理 好了 该考虑的市场条件我考虑了 该考虑的非可行权条件我考虑了 我以期权定价模型定出来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你当时给我的承诺是什么 保持不变 这个数是不是就定死了 对 比如说美股 假如说就是齐过钱 这个数定死了 有了这个数 将来我不论你等待期是几年 你每个等待期的资产负债表日 只要你要用到权益工具 授予日的供允价值 都是得积过钱 永远保持不变 那么现在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比如说借管理费用 带什么资本公积 我这积过钱只是一个类似于单价的问题 可是我管理费用记载的是一个什么 金额 您得知道单价乘以数量才能得什么 金额 所以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授予的权益工具的什么 数量 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个 这个权益工具的数量谁会影响它呢 第一个影响它的会有非市场条件 影响它的会有服务期限条件 说的更通俗一点 就是如果你非市场条件 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内部条件 只要得到了满足 你只要服务期限条件 你确实干满了三年 这个条件得到了满足 那好 我这个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 比如说一万股也好 一万份也好 这个股数就有了 有了之后 我就用每股七块乘以一万股 我这就会借管理费用七万 带资本公积横杠 其他资本公积齐万 就完了 那有人说老师我要没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对不起 没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你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是不可能存在的 你连我这俩条件都没有满足 服务期限条件可是可行权条件当中的一种 非市场条件有可能也可能是可行权条件当中一种 我刚才咋跟你说 您必须满足他所有提出的可行权条件 您才能拿到钱 您才能拿到股权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这俩条件的任何一个条件 根本不可能满足了 我倒着说 您能拿到钱吗 不能 您能拿到股权吗 不能 同时再往前说一步 你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就不应该存在 什么叫不应该存在 就是原来如果你没做这笔分路 你就不应该再做了 那有人说我原来做了这笔分路 我才发现非市场条件 跟服务期限条件不满足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要把你曾经做的这笔分路 反向给我充剪 啥叫反向中简 比如说你原来做了这笔分路 那么将来你就要给我做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齐万 贷管理费用齐万 对不对 对 那有人说你给我讲了半天 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其实我讲了半天 我只想告诉你两句话 第一 你每年计成本费用总额取决于两个量 一个是权益工具的授予日的供允价值 号称价 一个是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 号称量 将来 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曾经做过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将来这笔分路您能不能保得住 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量 您只要保得住量 而价是一锤的买卖的授予日就定好了的 您成本费用就保得住 如果您没有量 那是因为您的非市场条件没有满足 或者您服务期限条件没有满足 是俩同事没满足 不 有任何一个不满足 您的量就应该是零 量要是零 哪怕你乘一个价七块钱 你总额不也是零吗 当你没有保住量的时候 我要把你曾经做的这笔分路 给你反向充减 有人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很简单 听好了 就是将来你在等待期结束的时候 您作为企业要给我做两件事 第一 我会问您 您是不是保住了量 什么叫保住量 所谓的保住量 就是您曾经做的这笔技业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是不是满足了这俩条件 如果满足了 那就保住量 保住量 那我就不能 或者说不用 反向充减 听明白了吗 等待期结束 您做的第一件事 就要扪心自卫 您是不是保住量 我保没保住量的关键就是 你满足没满足 非市场条件 满足没满足 服务期限条件 有任何一个不满足 你的权益工具的数量应该是零 零乘以价 你成本费用就应该是零 就应该作真一笔 反向等 好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个铁真正的事实 如果 您没有保住量 您没有保住量 对不起 您第二个条件 实际您要做的第二件事 我也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肯定不可能行权 肯定不可能行权 啥意思呀 您没有保住量 要不您服务期限条件 没有满足 要不然您非市场条件 没有满足 那么您才没有保住量 而这些条件可能是我可行权条件的一部分 您都没有保住量 说明你可行权条件肯定没有满足 我是不行权的 另外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你保住了量 你不用反向充简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行权 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行权 就是有可能你依然不能行权 有可能你会行权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保密保住量 跟能不能行权 是俩盖你 什么意思 我再从头跟你捋下 我不怕麻烦 这块你要不会 股份支付的这块确认脊梁 你就舍了 听好了 我真真正正的可行权条件 从大类上来说有两大类 一个是服务期限条件 一个是服务期限条件 还有一个是我们所说的业绩条件 而业绩条件 我们包括市场条件 还有我们所说的非市场条件 能听懂我说的话吧 这是可行权条件 可行权条件 它直接决定你能不能拿到钱 直接决定你能不能拿到股权 也就是说 在这些条件里边 它提什么条件 您必须全额满足 才可能拿到钱 才可能拿到股权 一定要全部满足 但是我等待期结束 我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就会扪心自问 我能不能保证 我权益工具的数量 也就是保住量 那么保住量 是跟可行权条件当中的所有条件都有关吗 不是 它只跟服务期限条件 还有非市场条件 这俩有关 它跟你的市场条件没关系 只跟服务期限条件和非市场条件有关 这俩满足了 我就保住了量 什么叫保住了量呀 就是你不用把管理费用资本公积反向接转 这是第一个 那么保住了量 跟我们能不能兴权 是不是貌似还不是一回事 对 大家想一想 第二个 我们说兴权 假如说 你满足了服务期限条件 你也满足了非市场条件 我保住量的是 只问你这俩条件 你这俩满足了 是不是保住量了 对 但是 很遗憾的是 我可行权条件里边有可能有市场条件 而能不能行权是所有条件都要满足 那会不会出现一种极端情况 你明明满足了服务期限条件 明明满足了非市场条件 但您却没有满足市场条件 有可能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的是全部满足才能行权 您现在有一个缺陷有个瑕疵 您市场条件没有满足 是不是这时候 您就不能行权了 但是我保住了 保住了 我量跟市场条件没关系 我只看服务期限条件 只看非市场条件 所以保住量跟行不行权是俩干预 那我能退而求其次说吗 假如说 在我的可行权条件里边 根本没有市场条件 在我的可行权条件里边 只有服务期限条件 只有非市场条件 就这两个 那我这俩告诉你 同时满足了 那是不是抵补保住量了 第二 我所有所有的可行权条件 不就是服务期限条件 跟非市场条件吗 我第一个满足了 到这判断 我肯定也是满足的 那么结论 我也可能是什么 行权 所以能不能保住量 跟能不能行权 它的差别 就在你的业绩条件里边 有没有市场条件 如果你没有市场条件 没有这市场条件 当你能保住量的时候 我可以暂停解体的说 你一定能行权 你保住量满足这两条件 行权也是满足这两条件吗 但是当你的业绩条件里边 有市场条件 我只能委委屈屈的说 你保住了量 不一定能行权 除非你在满足了市场条件 才能行权 没有满足你不能行权 所以我们在等待期结束 都要做正两件工作 一个是判断 是不是保住了量 一个是判断 是不是行权 保住量不代表行权 但是我可以反着说 没有保住量 不论这俩哪个没满足 你是不是没有保住量 没有保住量 一定不能行权 你想试试个道理 没有保住量 一定是服务期限条件 跟非市场条件 没有满足 任何一个没满足 你没有保住量 任何一个没满足 你不也没满足 可行权条件吗 所以千万别错了 保住量不一定代表行权 没有保住量 一定不能行权 我今年特意在这 跟你强调一下 希望我的苦心没有白费 好 那么这块内容 我就说到这 2020年的一个多选试 下来各项中 影响企业对股份支付 预计可行权情况 做出估计 它是在问你什么 可行权情况 做出估计 在问你量 影响量的是什么 是非市场条件 影响量的是服务期限条件 BD 没了 就这么简单 而下边 我们在确定权益工具 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它在研究什么 在研究价 别着急啊 回归到最初的公式 影响价的是什么 市场条件和非可行权条件 所以我们应当考虑市场条件 我们应当考虑非可行权条件的影响 那考虑不考虑 我们所说的非市场条件 不考虑 非市场条件影响的不是价 它影响的是什么 量 然后再往下说 如果我的市场条件影响谁的 价 非可行权条件影响谁的 价 如果这俩得到了满足 那我价就定好了 它只影响价 它不影响企业对预计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所谓的可行权情况的估计就是量 我只要有价了 你在保住量 我成本费不就有了吗 也就说不论你是不是得到满足 企业收到的相关服务就应该确认成本费用 而且不应该转回 所谓的转回就是反向重简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三年中我的要求是股价增长率 要求均为10%以上的增长 你第一年8% 第二年8% 第三年9% 那我问你股价是什么 是市场条件 是市场条件 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好 那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每年是不是要做账务处理 是 那我先问你 它保没保住量 那所谓的保没保住量 是要看非市场条件 是要看服务期限条件 假如说它的服务期限条件 和非市场条件满足了 是不是你每年都会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机 其他资本公机 我这么说你服务 只要非市场条件 和服务期限条件满足了 假如说到了三年 保住量 我们先判断一下 比如说三年等待期结束了 我非市场条件 我服务期限条件 确实满足了 这一笔分路 用不用反向冲减 不用 这是保住量的考问 第二 我问你能不能行权 能不能行权 是不是既要考虑 服务期限条件 又要考虑非市场条件 还要考虑市场条件 对 我现在恰恰 这儿不有一个市场条件吗 你看 这就是非常小和 我明明满足了保住量的条件 但是可行权条件当中 有市场条件 我没有满足 任何一个条件没满足 铁定不能行权 那能行权 不能 那不能是不是三年的分路做完了 保住了量 不用把这笔分路充减 那又最后没有行权 是不是我最后只能自己人为的 你不是告诉我其他资本公鸡 在行权时改名叫古本一家吗 现在已经断定不能行权了 那我就把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 反向转到界方 等待其三年 我做过三个资本公鸡 累计数反向转到界方 带资本公鸡 横杠 古本一家 你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特例 保住了量 但是不能行权 因为市场条件没有满足 如果没有市场条件 保住量的时一定可以行权 保不住量的时一定不能行权 只是市场条件有可能出现差异 这是我们这块所说的 而对于非市场条件 非市场条件影响谁的影响谁的 量 是否得到满足 它会影响企业对预计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在没有满足非市场条件的时候 你要把你曾经每一年做的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鸡 给我反向重减 为什么 你非市场条件没有满足 你根本就没有守住量 你的量应该是零 零乘以任何价格 你成本总额费用都应该是零 但是你原来做了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鸡 我只能把你做的这笔反向给你充减 所以守不住量 反向充减 守住了量 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守住量跟行权是俩概念 好 先说到这儿 第二个 对于可行权条件为业绩条件的股份支付 找职工满足了其他所有非市场条件 慢慢慢慢 非市场条件是什么影响量 只要满足了非市场条件 是不是就保装量 对 我就不用反向充减 我就认为我应当确认已收到的服务 也就是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 不用反向充减 只不过你将来行权了 我在你行权的过程中改名叫股本一价 你没有行权 我灰溜州的自己把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改名叫股本一价 就这个区别 别的区别什么都没有 好 这是这块内容 2014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下来关于负等待期的股份支付 那就说有等待期 会计处理的表书中正确的是 以权益结算 最终拿到的是什么 股权 他作证的特点是 等待期内都做分路 等待期结束后 除非行权不做分路 他说相关权益性工具的工具价值 在授予日后不再调整 对 易锤子买卖 第二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对 我现在告诉你结论 不论是权益结算 还是现金结算 有等待期的 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作涨 授予日不做 没有等待期 那不就是立即可行权吗 只有立即可行权 才在授予日作涨 但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应于处理 错了 第三 付市场条件慢慢慢 市场条件影响量吗 不影响量 但是他影响是否可行权 所以应该在所有市场和非市场条件 均满足时确认相关成本费用 错了 我只有在非市场条件和服务期限条件满足时 就算保住了量 我才能确认成本费用 跟你市场条件没有一谋钱关系 第四 业底条件为非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我们等待期内应根据后期信息调整对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那不就是可行权情况的估计不就是考虑立即利吗 貌似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D这两个选项 那下边我们看利10-1 讲完这道题 我会把这块内容给你总结一下 207年1月为奖励并激励高管 说明他做分录的事是管理费用 上市公司A公司预期管理层签署股份支付协议 说明207年1月签署协议那天叫授与日 他说规定如果管理层成员在其后三年中都在公司中任职 这叫服务期限条件 听明白了吗 都叫服务期限条件 我给你写着 说明他可行权条件当中一定是有服务期限条件的是几年 三年 先写在这往下看 并且公司股价来了 股价每年均提高10% 是不是说明他还有业绩条件呀 而且这业绩条件是什么 市场 条件就是股价每年均提高10% 接着往下读 然后他说管理层成员即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 后边他给了一段文字 我现在的条件是可行权条件貌似有两个 服务三年 股价每年均增长10% 好像没有说非市场条件 对可以说没有说非市场条件 那么后边他说同时作为协议的补充 公司把全体管理层成员的年薪提高了5万 但公司将这一部分年薪按月存入公司专门建立的内部基金 三年后管理层成员可用属于其个人的部分 抵减未来行权时支付的购买股票款项 如果管理层决定退出这一部分基金 可随时全额提取 你建立不建立这个基金能跟能拿不拿到股票有关系吗 没有 你退不退出跟能拿不拿到股票有关系 没有 其实这就叫非可行权条件 非可行权条件 他说A公司以期权定价模型 估计授予的此项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是600万 实际这个数就是我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他这600万怎么来的 我给你猜一下 比如说我授予这股票期权给了100个人 而我告诉你每人多少呢 是1万份 我再告诉你每份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是6块钱 这么一成不就应该得到600万这个数字吗 其实就等于100人 每人1万份 每份6块钱 这三个数字连成才能得到这600万 在授予日A公司估计三年内管理层离职比率为10% 然后第二年年末估计离职比率为5% 第三年年末实际离职率为6% 假如说没有离职这种情况 是不是我三年每年记住的费用就是600乘以三分之一 每年平均减200 这么说你夫妻吧 没问题 但是因为现在有离职率 我就不可能用600万乘以每年三分之一了 咱得往下算 然后呢 其他的条件 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市场条件吗 我们先跳过去 那么我们先往下算 首先如果你不能同时满足服务期限三年股价增长10% 你就没有权利拿到股权 对吧 这叫可行权条件 其中服务满三年是一项服务期限条件 股价增长10%是市场条件 而后边什么我给你建立统一账户呀 跟你能不能拿到股票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它叫非可行权条件 前面说过了 那好吧 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我说的非常清楚 如果你的员工 这100人从来没有离职 每人一万份也是固定的 每分六块钱在授予日就定死了 这600万绝对是个死数 死到什么程度 我每年应该确认600万的三分之一 因为你等待期三年嘛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你每年都在告诉我离职率 我不能用那种简单的办法 我用什么办法 很简单 我用第一年先正常确认 第二年是一二两年的累计数减第一年 我确认第二年的 第三年我用前三年的累计数减第一年减第二年 我确认第三年的 不就等于自动考虑了离职率吗 有人说我还是不明白 你往下看 他说A公司估计三年内管理舱离职的比率为10% 这个10%既包括已离职的 也包括什么将要离职的 你看实际我给你算一下 就是100个人 估计的离职比例是10% 那不会离职的不就是90%90个人 对吧 然后按照我刚才给你补的条件 每人一万份 每份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永远保持不变 是6块钱 这么算是不是能算出来我们所说的180万呀 对 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600万乘以三分之一 每年算出都是小 肯定小 你一个人都不离职 我算出是600万乘以三分之一 得200 你只要有离职的 一定比原来的200小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叫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来做账 这不180吗 对 那么将来解完这180了 我就会借管理费用 我解写可以吧 180是吧 代资本公积 要用哪个名习 这不等待期三年吗 我肯定要用其他资本公积 180 这是第一笔分裸完了 那么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我这180貌似跟我换能边给的答案有点不一样 你要是这么做 是不是你直接等于是600万乘以一千百分之十 对 但是实际上这是大家做题是最容易丢的 等待期三年 您千万别忘了后边乘以个三分之一 您并不是说100人乘以一千百分之十乘一半乘一六 就得180万 是乘以三分之一 那等待期三年这是第一年乘三分之一 等待期要四年这是第一年就乘四分之一 以此类退 这一回才得180万 别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么第二年 本来我要第二年是不是也正常的乘以三分之一 对 但是第二年离职的人数又发生变化了 你看这 他说第二年末A公司调整其估计离职率为百分之五 是不是我要随时考虑离职人数的变化 对 这叫对 最佳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吗 那么我算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用100人 这回我用你第二年估计的离职率 百分之五来算 那100乘以一减百分之五 说明我觉得可能有五个人会离职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是一万份 然后每份是六个钱 算完了吗 没有 你三年等待期的第一年乘三分之一 我三年等待期的第二年 我这乘以三分之二 我这只要乘以三分之二 就相当于是 你算出来的是一二两年的累积数 我用一二两年的累积数减去你第一年已经确认的一百八十万 是不是就能得出你第二年应该确认的金额是二百万 对不对 对 这回才对 你看他用的一个种很巧妙的方法 第一年三分之一 第二年三分之二 减第一年得到二百万 这二百万我们依然是什么 借管理费用二百 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二百 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再说第三年 第三年夫妻三年第三年是不是就不能说估计了 是最终离职的人数 对不对 到第三年公司实际离职率为百分之六 那好 一百人乘以一减百分之六 这是实际剩下来的人 每人一万份 每份六块钱 这儿我就非想写个三分之几 可以吧 可以啊 你等这期三年写三分之一 等待期第二年写三分之二 那现在等待期三年的第三年 我可以写三分之三 三分之三那不就是一吗 就等于没成 所以他没成 然后只不过成完三分之三之后 您心里的概念要非常清楚 它是三年的累计数 我要减去第一年的一百八十万 我要点第二年的二百万 算出来多少 一百八十四 这一百八十四 我可以做第三年的分路 我可以借管理费用一百八十四 代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一百八十四 你拿眼一看 本来一个人都不离职 我记住费用的总额 就是授予日权益公益的公益价值六百万 你现在有离职了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三年的管理费用 合计比六百万少 对所以我们不用考虑那些 你就是用每年考虑了离职人数之后的 乘以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三 减去前面几年确认的 就是本年确认的 好了三年结束了 结束了 那这时我会问你两句话 在等待期结束之后 我问你的第一句话是 您是不是保住了量 这是你必须要问的 等待期结束 两件事你都要做 保美保住量跟谁有关系 跟非市场条件有关 跟服务期限条件有关 好了 我们这道题有非市场条件 没有 它只有一个市场条件 那我们不考虑服务期限条件有吗 有三年满足了吗 满足了 你看到三年结束的时候 实际离职的人不是只有百分之六 只有六个人离职 94个人都满足了吗 对不对 我满足了服务期限条件 你又没有非市场条件 结论是什么 我保住了量 什么叫保住了量 保住了量 我曾经做的这三笔分路 就不用再返向中间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每年闷着头肚 把等待期三年做完了 问自己保住量了吗 马上看非市场条件 服务期限条件 只要满足了 这三年的分路就算保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是不是可以行全 你保住量只看非市场条件 和服务期限条件 你能不能行全 可是要看所有的可行全条件 既要看服务期限条件 又要看市场条件 还要看非市场条件 只不过我这道题 现在没有非市场条件 那我服务期限条件 肯定满足了 我是不是还要看一下市场条件 对 那么咱们看一下 你不是要求三年的股价增长率 均增长10%吗 对 咱读一下题 在第一年股价增长了10.5% 第一年貌似满足了 第二年提高了11%也满足了 第三年提高了6% 哎 没满足 那要没满足还能行全吗 就不能了 这时候铁定是不可能行全的了 可是大家想一想 我第一步保住了量 但我不能行全 我这是不是活生生摆着三个代方的资本公鸡啊 对 那我自己只能灰溜溜的在我判断它不能行全 又保住量的情况下 我做一个借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 把三年的累计数 就是180加200加上我们所说的184累计数得564 写在这儿 代方给他写个资本公鸡横杠 古本一价 564 你看 保美保住量跟行不行全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要会说的高大上的这句话 就是94%的管理层成员满足了市场条件之外的 全部可行全条件 还全部不就一个服务期限条件吗 那么尽管股价年增长率10%以上的市场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能行全吗 不能 但是A公司在三年的年末也均确认了收到管理层的服务 并确认了相关费用 听好了 只要你在等待期结束之后 你判断你保住了量 你就说我确认了收到管理层提供的服务 并确认了相关费用 没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道题保住量跟行全是俩干净 所以在这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以它为例 我不考虑极其特殊情况 那么在这我给你考虑的情况是有等待期 那有等待期是不是 有等待期是不是 买个资产负债表日 你都要做一个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横告其他资本公积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一百人乘以一减百分之五 乘以每人多少份 乘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永远保持不变 等待期三年乘以三分之一 等待期三年当中的第二年是乘以三分之二 减第一年的 等待期三年要是第三年乘以三分之三 减第一年的减第二年的 反正我三年的等待期 每年都要做一个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积 对不对 对 好了 等你三年的等待期结束了 要问自己俩问题 要问自己俩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就问你能不能保住量 所谓的能不能保住量 能保住 这三年买一笔的管理费用资本公积不用动 保不住 把这三年累计的管理费用 三年累计的资本公积全额给我反向充件 能不能保住量只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个叫非市场条件 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部条件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期限条件 你像我们前面那道题只有服务期限条件 你满足了就算保住了量 那么是不是结论就有两个答案呀 能保住不能保住 所以我根据能不能保住量 跟能不能行全 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我叫它完美 什么叫完美 既保住了量也行全了 第二种情况不太完美 就像我们前面保住了量 但不能行全 而第三种情况是特别不完美 既没保住量也没行全 就这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说 你保不保住量取决于非市场条件 和服务期限条件吗 对 那么我就问你满足没满足 假如说第一种情况 非常非常完美的情况 一定是满足了两个条件 满足了非市场条件 满足了服务期限条件 那不就保住了量吗 保住了量 我还用不用把前边三年的累积处 反向截转 不用 所以我无需做额外的账务处理 而第二种不太完美的情况 它也满足了非市场条件 和服务期限条件 它也保住了量 保住了量 它还用不用做额外的账务处理 也不用做 而第三种情况不完美 它没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啥就没有满足 就是非市场条件 服务期限条件 有任何一个你不满足 都算没有满足 没有满足就是没有保住量 没有保住量 你要把你三年累计做的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反向给我冲回 那就是变成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带管理费 只有保不住量的时候 我才反向冲减 听好了 你连量都没保住 你铁定不能行全 再说一遍 你没有保住量 你铁定不能行全 因为非市场条件 服务期限条件 不也是我可行全条件当中的一部分吗 没有保住量 你铁定都不能行全 行全是所有的全部全都满足 那么咱看第二个 是否可以怎么着行全 可以不可以行全 我既要满足服务期限条件 也要满足市场条件 还要满足非市场条件 假如说 我所谓的基础情况 非常非常完美 第一步我保住了量 对不对 第二步 我也满足了所有可行全条件 比如说前面这道题 如果我告诉你 三年股价真的增长都超过了10% 我首先保住了量 其次也可以行全 这就是非常完美 行全咋行啊 我收到你那点钱 借银行送款 行全最重要的目的 你不是把资本公积改名吗 对呀 那我就把你三年累计的资本公积 在贷方反向接转到借方 借资本公积横告 其他资本公积 所谓的权益结算行全 我最终给你的不就是股票吗 所以我贷方增加的是股本 股本永远代表的是什么 面值 最后改名叫什么 股本一下呀 所以倒挤资本公积 股本 一价 这是非常完美 既保住了量 也行全了 但是第二种情况是不太完美 你确实保住了量 就跟我们前面这道例题 但是对不起 您可行全条件当中有市场条件 您没有满足可行全条件的全部 您依然不能行全 那不能行全 我三年做的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 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我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横杠 其他资本公积改名叫股本一价 您现在不能行全了 不能做这样的一笔分路 我就委委屈屈的自己 做一笔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 所谓的不太完美 一定是什么 保住了量 但没有行全 原因是什么 它没有满足市场条件 只要存在市场条件 就很可能出现这种不太完美的情况 那么第三种 不完美 您连量都没保住 您连非市场条件都没满足 您连服务期限条件都没满足 您敢说您满足了可行全条件的全部 不敢 此时不可能行全 我把曾经做的这三年的分路 都反向充减了 还有的可做 没了 所以无需做相信的账务处理 我今天特意在这给大家加了个表格 我希望大家明白 等待期结束 你做两件事 第一判断保没保住量 保住了 什么都不做 没保住 把你三年的管理费用 三年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反向充减 第二步 再判断是不是可以行全 一定是在保住量的情况下 再去判断 你没保住量 根本就不可能行全 保住量 如果能行全 是市场条件满足了 非常完美 如果保住量不能行全 一定是市场条件没有满足 所以结论是什么 很简单 将来你判断保住量 只看非市场条件和服务期限条件 而将来你是不是可以行全 既要看非市场条件 也要看服务期限条件 还要看市场条件 区别在这 我今天特意把这给大家说了一下 我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那下边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实际这一道单选题 问你假公司应该股份支付协议 在206年应该确认的股份支付的费用金额是多少 他说206年1月1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 假公司向50名写大一条 高管人员那是管理费用 每人授予一万份 把一万份写的账 股票期权 根据股份支付协议规定 这一些高管人员 自206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 那是不是206年是第一年 对 那一定后边会乘一个三分之一 然后他说即可以每股五元的价格购买一万股 假公司普通股 一般一份股票 即全买一股股票 那一万份就买一万股 206年1月1日 授予日每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十五 是不是50名 每人一万份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十五 再乘以三分之一 就能算出费用了 好像差一点 差什么 差离职率 往下看 206年没有高管人员离开 公司预计在未来两年将有五名高管人员离开 一定是减去已离职的 减将要离职的 之后考虑了一支情况叫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 以他乘以一万份 乘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乘以三分之一 最后就能算出来 你要记住的费用是225 因为是第一年 没有以前年度的费用 这要是第二年乘以三分之二 要减第一年费用 这要是第三年乘三分之三 要减第一年费用 减第二年费用 这道题正确答案选C 我能额外背你去吗 可以啊 这给了个206年 12月31日是授予日的当年年末 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有用吗 啥用都没有 我用的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永远保持不变 哪怕你算第二年 你乘以三分之二呢 这个数也要是15 永远保持不变就可以了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一个补充例题 先不说别的 先看看他问你什么 假设不考虑离职力等因素 假公司累计 每年确认的费用是多少 这是啥意思 就是我不用 你给我减第一年减第二年 你每年 乘完三分之一 加上而止 乘完三分之二 是两年累计数 加上而止 乘以三分之三 是三年的累计数 加上而止 我不用你再往下算 我只让你算累计数 那好 但是这道题 我为什么特意给大家举整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三年等待期 你是第一年貌似还好做 比如说像这种 2016年4月1日 前三个月不算 到年底还有9个月 你要换成几分之几年 貌似没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用月份来算 比如说第一年写成几分之九 到第二年 是不是九个月又过了一年 可以写成几分之多少 二十亿 到第三年又过了一年 可以写成几分之二十 一加十二得三十三 到最后 起码是可以写成几分之多少 三十六 我们往下看 他说假公司对十名高级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十万份股票的认股权证 跟股票金钱差不多 都是优惠券 每人对应的每份认股权证 有权在2019年4月1日 从2016年4月1日到2019年4月1日 不就是三年吗 三年是多少个月 三十六个月 所以我也可以用月来表示这种时间权重 按每股十元的价格购买一股 假公司股票授予日股票 每股市价是十点五 每份认股权证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来着两块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说老师 您当时不是说用股票的市价十点五 减去它的认购价十 就能得到它所谓的内在价值吗 对我是这么告诉你的 那么现在就有问题了 每份认股权证的公允价值是二 那我到底用这个二呢 还用这零点五呢 你糊涂了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没办法确认的时候 我们才用内在价值近似的代替 我现在都告诉了你每份认股权证的公允价值 我当然要用二来算 所以每一年这儿乘以的都是几 二 往下说 他说假定不考虑离职力等一错 那一下就简单了 十个人每人十万份乘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2016年是三十六分之九 到了2017年是三十六分之二十一 有人说老师你咋不减第一年 他让你算的是乃计费用 那就是接着到第二年乃计有多少 接着第三年乃计有多少 就不用减了 然后到了第三年是三十六分之三十三 最后是三十六分之三十六就可以了 没了 就这么多 那么这道题就是让你怎么按月算 你会算就可以了 那么讲的这 这一讲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